今日继续介绍一个台山可以赶海、玩水、露营野餐的一个小众沙滩 直接渡航台山金港湾海鲜城,即可到达 到了目的地后停车,从这个位置下去,直走就是了 走十米不到的话就可以见到这片沙滩了 这里可以玩水、赶海、露营野餐都是没问题的 重要的玩,这里全部都是免费的 等退潮之后,这里就是一片滚海的城地了 现在暑假期间,带小孩过来滚海玩水、玩沙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运气好的话就可以有不错的收获 没有收获的朋友都不用灰心 旁边就是一间海鲜餐厅,可以试试他们的海鲜 温馨提示,过来游玩的朋友住安全,带走自己的垃圾 你可以继续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好,这里就是台山,金港湾海鲜城 我们下期见 传说中在抖音那里,船得好行的,金港湾 我现在来这里看看 我现在看看海鲜城 这间海鲜餐厅 好像没有开的 这里就是可以停车 有一大片空地 现在走出去就是说 现在走出去海边就很近 大概是几十米左右 好,好,好 好 今天这个是金港湾海鲜城 看看里面 好像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就是走出去海边 真的可以看到大海 这些就是沙 这些地方是 这里寫着 禁止露营 严禁烟火 这里寫着 这里寫着 是 責任自負 這些是沒有對外開放的 亦都不用門票 但是我現在來到沙灘 看得到水是黃色的 當然可以看到大海 但是這裏是游泳 不太適宜 水亦都不太好看 這裏又不允許露營 來這裏玩水都可以 外面有很多漁船 你說專門過來這裏游泳 吃海鮮 那間海鮮餐廳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開 看不到有人在這裏吃東西 看看水 水不太好看 黃色的水 沙灘有很多垃圾 對吧 真是 這裏就不給我新鮮 不允許 想在這裏玩笑一下敲 應該是不給的 水又不太好看 我們有時看抖音的東西 就不能太相信了 有些東西很假的 說得不太好 但是 肥皂 還是不太好看 我今天也是經過這裏 順便看看 是會抖音所說的這麼好 其實不是那一回事 並非如此 我們看看,這裏是一黃無濟的大海 可惜是水真的不太漂亮 黃水,黃沙的水 我現在來到,這裏又不太多人來 好像沒有什麼遊客 這裏,金港灣這裏停了很多漁船 這裏便是漁船來的 那裏便有個沙 海灘,很多垃圾 這些地方當然沒有對外開放 亦都不是一個旅遊區 沒有人清理 沒有人管 我現在就走上去 沒什麼看 海邊這裏有很多樹 這裏如果是弄得好 是挺好的 但現在不太適合 我現在不太適合 我亦都不會推薦大家來這裏玩 這裏有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 沙灘這些,沒有人管 怎樣來這裏玩呢 這樣的環境 整個沙灘都是垃圾 好像垃圾堆一樣 我現在就站在海邊這裏 比較高的地方 看看這個金港灣,一個沙灘,一個全景 沙灘邊,很多垃圾 整個沙灘都是垃圾 沒有人清理 很多雜物 外面就很多漁船 其實環境都頗漂亮 不太差 可惜搞成這樣 外面有很多漁船 水不太漂亮 黃色的 沙灘有很多垃圾 現在都沒有人來 我看不到有什麼遊客 這個就是金港灣 海鮮酒樓 這裏走上來 大概是二三十米左右 這間就是金港灣的海鮮酒樓 現在看到沒有人 這裏就是沙灘 這裏寫著嚴禁露營 嚴禁煙火 即是說你這裏露營 你這裏燒、烤、敲 都不給的 這裏就是未對外開放 這裏就是… 就是… 我看不到 這裏的地方 因為… 現在這樣做到 這裏的地方 你看 這裏餐廳 沒有人來吃東西 那裏的海灘 到處都是垃圾 這樣也沒有人來 所以沒有人來 這裏外面是一條公路 今天這個金港灣 就拍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